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传奇 我是金飞 从不到今那美女的话题永不过时 而当那美貌和传细相交织的时候 故事往往更加的劲爆 更加的传奇 来说今天这个事 2013年9月的时候呢 在陕西考古店爆出了一重大新闻 咸阳新区发现了一座高等级的祖父 一排五个天井 直通永道 规制相当眼影 介绍一下 带有天井结构 这是藏在大型墓葬的标志 天井数人越多 意味着这墓主人的身份越尊贵 所以你就发现了这唐代永泰公主墓 六口天井 出土了大量的宝物 而这座墓葬呢 有五个天井 意味着这至少是皇家墓葬 那这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墓市盖上有科书科的大唐部昭隆上官市民九个字 看到这九个字呢 我们就知道了 这些个墓葬肯定是上官网上民 因为在藏在呢 昭荣庆山官市的 这一名 哎呦 这就是上官网的墓啊 这个发现让淘古人员是惊喜 八字算命书 亚曾八字命书 亚曾八字命书 涉及于生存八字命书的一门张国书 让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书 二十余年的到达 现场八字算命书 新加风水物体 凌土法律 到港微信 二零八八二六八八 后家 关上边 上官网儿 武则天天天的大红人呐 而且不过二十多年 手过重拳 人称英国战将 又称骄龙 呃 唐冲冲的黄飞 这么重要的人物 这幕里头的宝物肯定不少 更为关键的是上官网儿是个传奇人物 千百年来 有关他的很多迷都没有解开 呃 都有哪些迷 首先 他跟武则天的关系您听好啊 原本是有着血海深仇的 怎么回事 哎 这就得说到上官网儿的爷爷了 呃 网儿的爷爷名叫上官怡 这老头子学恶好 文家好 关姐多人大 因为深得唐宗宫 也就是武则天的这个老公的这个赏识 他当了女一样 而且咱们都知道武则天天的女人的艺术很强势 宫里头 朝廷的事 她都得说的乱 一来二去的呢 就高中心里头就很不爽 可问题是高中有个致命的缺点 就怕老子那一直是不爽 他也不敢说 那这天呢 这两口子又闹意见了 高中就躲了嘛 那躲不登老子的家子 太没念过了 呃 他呢 就决定要凶起一回 他就把这上官仪招呼了商量商量 怎么办 按说这皇上两口子闹意见 再大的也是人家的家事 作为外臣 你抽身上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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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 宽咋咋皇上也就没事 可不要呢 那天上官仪估计是这个脑子上驴给听到 他很激动 说皇上 您这样的老婆还是费了吧 他建议高中费后 这高中正在弃头上 那就帮给你个高中 那么这个高中在弃头的过程中 我们现在已经在房地身边安排了人了 那么就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我们就站过来了 人家的一看 那个高中已经弃头好了 就在这段放着 我们就非常生气 再说高中 那是真怕了 一看皇后发飙 立马就改向来了 说我给你干这个事 这都是上官宰相的主意 你消消远 整陪你去上花去 这一下上官仪可就倒了大霉了 公元664年 废太子李宗一流到马 武则天一套招出上官仪 安李宝超加温战 结果恐慌是上官仪 连头上官晚上来送去 很多人都给杀了 就这样 可怜的这个上官晚上 刚出生没多久 奶都没身上几口 就跟着母亲做了朝廷的官